就像剛剛亮哥講的 其實蔡振元就已經說了 藍營應該要鎖定這兩個女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吳思瑤跟吳沛毅 如果真的要罷免的話 就是鎖定他們兩個 機率會比較高 那業員之當然是比較危險啦 因為其實戴偉山已經在準備了 但是這個頂治群他突然跳出來說 我不贊成動輒罷免 但是他覺得謝國良的部分不處理不行 謝國良是縣市首長 也不是立委 所以呢這個是也是跳出來就是 呃 蹭一下這樣子 但是我們真的要來很認真的看 這個ET TODAY做的民調 國會改革的支持度 包括非常支持的有40.3% 還算支持的17% 加起來就是57% 過半而且接近6成 所以這個國會改革的支持度 由ET TODAY的民調做出來 ET TODAY就是當時 哎呀我講出來了 報導那個拉青德唱狗哥的那個媒體 好對好 他做出來這個民調 那就你看像羅斯強就說 所以嘛你看 撫院黨兼 監察院什麼網軍綠媒 側翼青鳥什麼鳥啊 民進黨八路大軍齊出 但是台灣還是有57%的民眾支持國會改革 這就是台灣人民的智慧跟力量 所以漢婷你覺得台灣人民真的有這樣的智慧跟力量嗎 還是就像你剛剛講的被講一講講一講可能就 就57%就越來越少就越來越少這樣子 這是只能表明調只能夠展現當下民意的態度 但當然沒有辦法永恆的知道它是維持的 所以當然政治是可以去做影響 這也是民進黨接著要去下鄉宣講的目的 因為裡面可以看到把那些不知道的沒意見的 都是對民進黨來說有機會可以爭取的 而且先前像T台的民調當中就是不論是支持的或者是不支持的 裡面都有很大一部分人也不太了解的 因為很可能只是一個直觀上問你知不支持國會改革 你聽到國會改革四個字願意支持就比較多嘛 但如果依照民進黨的問法你知不支持國會擴權 那可能反對的人就多了 所以這個問法跟設計上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具體了解到 每一個案件或這個法案它具體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當然關鍵的還是在於說進一步的輿論宣傳 跟實際上如何能夠挨家挨戶讓更多人了解到 目前藍白做這件事情是有正當性是有民主的 畢竟透過人民所選出來的國會議員 三讀所通過的法律本身就是民主的象徵 更何況從民調上來看更是民意的展現 現在行政院要去行政院一個不是民選的卓榮泰 各部會首長也不是民選的反對民選出來的 國會立委三讀通過的法律 這件事情才是反民主 而且所作所為也是反民意 所以接下來我認為未來的半年 或者接下來的這段期間 應該還是有一部分的焦點是在所謂 國會改革事情 可是在野陣營當然也必須要打鐵趁熱 因為國會改革的這個事情 雖然說你看我們一直講一直講 不可能真的是去談半年啊 或者難道你覺得真的會像亮哥說說 未來四年都這樣幹嘛 不會 就是不止啦 可能會這麼做 但是也不止 還會有別的議題 因為如果只炒國會改革 當然整體上對藍白是有利的 可是戰場跟效果無法擴大 我擔心的是會邊際效益遞減 因為比如說你看 為什麼我們支持國會改革呢 因為比如說我支持可以查弊案 但如果我支持查弊案 支持查弊案 喊了一年也沒查個什麼東西 人民的熱情就會下降 這不是說因為什麼怠惰啊 沒有因為民進黨就拖著 為什麼要拖 拖第一個他可以持續去宣講去洗腦 第二個拖著讓你所謂的改革沒有成效 那麼支持者的熱心也會被降下來啊 大家會覺得不是說要查超市嗎 就會懷疑人生懷疑說怎麼會沒有改革呢 對就是說那改革的效果在哪裡啊 就過了一年啊過了半年啊什麼的 大家也會期待 或者支持的動力 因為呢這個所謂的 藍白之間彼此的 藍綠之間的對立 某種程度上也是要此消彼長 就是說綠營抗議的越兇 藍營這邊就越生氣嘛 對不對 那如果現在綠營這邊也不吭聲 那藍的就好像也沒啥好抗議 或沒啥好支持的 所以當所謂的青鳥啦 就是這一群人呢鬧得越兇的時候 台灣的天空上面所有都不青鳥 就覺得你這麼亂 那我就要越支持國會改革 但是所謂的下鄉宣講這件事情啊 本身呢他就是在媒體上 就是去降低這種仇恨性 就讓大家看不出來 大家到那邊都是去什麼喝酒啦 蹭吃蹭飯啦 然後就一大堆去吃喝玩樂啊 對把這種事情就消滅掉 消滅掉就是你在畫面當中 未來就只看到民進黨的立委 在台上宣講 看到誰誰誰在那邊宣講 這個非常張牙舞爪 這個氣急敗壞的樣子 所以這些都是對民進黨來說的 宣傳上的戰術 那麼我認為下一步 除了在國會改革的議題上 要深加琢磨之外 也應該要有繼續的下一個議題 就不論呢是講過去的 弊案的一些新的發現 或者是新的進展 或者是可能民進黨 近期有哪一些未爆出來的一些問題 都應該要持續的追打 才能夠繼續在當前的國會改革 我認為這一關呢 暫時是已經算是守住了 或者這一層呢算是拿下了 還應該要繼續往前邁進 對那這個一戰接一戰嘛 徐先生說什麼拿起槍什麼跟我走啊 對不對 大家後面還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很多的戰爭要去突破啦 但是呢國會改革其實 林卓水說你看 從民調看起來大多數 林卓水喔 明政黨的大老 曾經啊現在不敢 他不太承認自己是民進黨 大多數人支持國會改革 的確是對民進黨的一個當頭棒喝 那尤其是國會改革對決 藍白反擊喔 會藏驚人的第四步 像有一個作家他就會說 如果走到第四步的時候呢 賴清德就玩完了 咦 宇軒這個是 如果能夠讓賴清德提早玩完 也是蠻好的啊 那應該怎麼做呢 他第四步是什麼 第四步啊 第四步喔 我念我給你聽啦 好 來來來 這個有 他是那個什麼島嶼的吧 對對對 因為我沒有很認真看他的分析啦 他反正意思就是說啦 最後就是 就是那個叫做什麼 解散國會重選 然後重選到最後的結果是不是 其實 我先講喔 第一個啦 賴清德不會玩玩啦 因為這個東西比較像是模擬戰爭啦 就是你知道 有一本書很紅啦 叫模擬戰爭啦 但他比較像模擬戰爭 所以我不會去評論別人評論啦 但我分幾個層次來談喔 請問一下各位今天國會改革的戰場 這個話到底重要不重要 坦白講我覺得藍白要去宣講也挺好的啊 那 要去罷免也挺好的啊 但我必須要提醒一件事情喔 你要作為一個 風向的發起者不是跟隨者啦 因為剛才漢庭有講嘛 有說哎呀 如果他們提出罷免呢 我們就會相對提出罷免啦 因為這個藍的有些性智缺缺嘛對不對 但我憑心而論喔 我不管藍的到底有沒有性智缺缺 我覺得這個事情要是給我來弄 我一定會主動去弄 因為很多事情為什麼一定要淪為背題 就國民黨很喜歡這樣子嘛 就明天這樣幹了什麼 然後我才來宣講嘛 青鳥已經飛上天了 我們才要搞一個拉叫嘛 對不對也不是很好聽嘛 那為什麼不是你先弄呢 我一直覺得這件事情很怪 因為各位你要理解一個概念喔 為什麼叫做當家不鬧事 其實國民黨喊這個口號也有問題 國民黨的意思是說 希望當家的人不要鬧事 當家的人不應該要鬧事嘛 為什麼鬧事會幹嘛 鬧事會誤國嘛 對不對 那今天改革這無法 包括我們講的核電 甚至包括我們講的費監察院 對 事實上對於國民黨而言喔 這些東西都是什麼 都是議題而已 你今天要主打任何的議題 它背後的效果是什麼 我希望能夠獲取到選票嘛 我希望能夠獲取到民眾的支持吧 這才是你真正的 重要的目的吧 但是當家的人 他必須要做到一件事情是什麼 服國立民 所以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說 國會會空轉 說這些議題可能造成 線上混亂 其實我一直不能理解的就是說 你國民黨幹嘛要在乎那麼多 因為今天如果賴清德做得好 如果今天中華民國過得好 今天台灣大家過得好 比如說我們講GDP 我們講的經濟成長率 全部都破10 那國會弄得這個風生水起的 那請問一下你國民黨還要在幹嘛 不用啊 賴清德四年之後就連任了 但國民黨的訴求很奇怪 他訴求一直定調 他說 你這樣對國家不好啊 你這樣做不好不行啊 我們希望得好好來 可以使用一個勸說的態度 對 就希望賴清德把事情做好 但民進黨的邏輯不是這樣子 民進黨過去怎麼 在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他們的邏輯是什麼 你做得好他也說你做不好 你做不好他也說你做不好 想做什麼都不讓你做 他希望你做不好 他會想盡辦法讓你做不好 但國民黨現在是想盡辦法 要讓賴清德做好 對幫忙 對我幫你解套 我修法幫你解套 你可以用何能 好我覺得國民黨好善良 你幹嘛啊 你何必呢 對不對 我講盤白了啦 今天這個國衛改革無法啦 如果真的被廢掉了對不對 你知道對於國民黨來講 真正重要是什麼嗎 你要讓人民感到生氣 你要讓人民對他感到憤慨嘛 沒錯 國衛無法不是不能廢喔 他要沒收就讓他沒收 但你要做到一個鋪陳嘛 這個鋪陳就是 這是我們人民要愛的東西 是 你努清德直接給我拿去 你要把這個憤慨寄出來 你如果今天國衛無法被沒收掉 然後最後結果是大家拍手叫好 那個 齊叫啦啦杯 哇那就不對啦 不行 那就不對啦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想到當年那個 揮鬥 對嘛 你要你要 要讓民眾 有沒有集結起來 你真正的目的是要奪得政權贏得選舉 你真正的目的不是希望國泰民安嘛 民進黨的國泰民安 就你國民黨的末日了嘛 我在講 民進黨的邏輯就這樣 我們大家都不要假的 不要這邊溫良公儉 讓每個都在那邊假道學 說什麼希望中國和民國好 賴清德執政 你有希望台灣會好 台灣會好 那賴清德就做八年啦 那你國民黨就旁邊玩殺啦 對不對 所以我說你要搞清楚邏輯跟順序 所以不管你說第一時間你弄這個國會改過法 我覺得他們都沒想清楚 嗯 他們就只想著說 哎呀等到我國無法通過之後 我就有聽證權我調達權 我力鬼變很大 力鬼變很大之後 我就可以查民進黨的弊案 不是 那民進黨的思考點位是什麼 我在國會這無法推動的過程當中 我就在跟你就選票在做輸贏 因為2026很快 對 所以我拜託一下 今天你要弄罷免也好 你要用宣講也好 應該是你 發自內心自己本來就有所動員 而不是後手嘛 因為等於是現在我們現在跟玩遊戲一樣啊 所有先手都是民進黨先手 各位啊 先手有一個好處你知道是什麼嗎 為什麼要先下子 為什麼要讓先手 因為他先發動攻擊的時候 要跟我玩圍棋了是不是 你就已經 你就已經先噴滴滴血啦 不要說大家都不要賣gay 青鳥包立法院 你說沒有10萬 2萬3萬 請問一下國民黨民眾黨會不會有傷 黃國昌被那邊喊說 假稻血會不會有傷 衛軍子會不會有傷 當然會有傷 因為你被先手了嘛 那我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國會改革無法在審議的過程當中是 藍白兩黨不斷的在宣講 然後號召了藍白的群眾包圍立法院 罵民進黨是暴力黨 罵中嘉賓罵過國文 那請問現在局勢會不會不一樣 當然會不一樣 所有的任何的舉動 因為你現在我最後再提醒一次 你現在不是當家 你不需要替他的執政 不需要替他的結果 也不需要替台灣的未來負責 現實論就是這樣子 我們少在那邊噁心味道假到血了 現實民運民進黨過去就是這樣幹 恨不得你八年越爛越好 最好是爛到谷底 最好是變9.2% 全台灣人都恨死你越好 所以你要弄清楚這個先後緩急 好不好 不要每天在那邊踩煞車 每天在那邊當潤滑技 那久了久了你就一輩子當潤滑技了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與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加油 進來 超級不少 一頓 成功 新級不少 成功 成功 成功